今天我休息,何不和工人同志一起参加点劳动呢? 我鼓起勇气跑到工地找了一辆手推车,帮助工人同志推起砖来。 雷锋日记中记载了很多类似的故事,雷锋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全都记录下来?难道他故意想让别人看到吗? 我写了雷锋日记的时候,说他没出名,也不是说他出名,他这个日记才能开始写,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,前面写了九本啊,你不能说这雷锋日记的话,我得给他写给别人看的。 直到1960年的10月,雷锋日记才被军报的记者发现,但是雷锋从1958年就开始写日记了,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,他是这本日记唯一的读者。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推测,对于雷锋来说,这本日记就像他为自己建立的一份功劳部,他希望对人民有所回报,他把这些事都记录下来,作为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。 实际上雷锋的这种思想境界,即便在当时也很难被别人理解。 张俊讲述的这个细节,在雷锋日记中得到了证实。 敬爱的毛主席,我看到您写的纪念白球恩的这篇文章深受教育,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。 在当天的日记中,雷锋一向领袖倾诉的口吻写道, 过去有人讽刺我说,你积极有什么用,那么点的小个子,给你一百五十斤重的担子,你就担不起来。 我听了这话,还埋怨自己为啥长这么点小个子呢? 可是你老人家说,一个人能力有大小,但只要有这点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。 这话给我很大鼓舞,个子小,我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,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。 看完纪念白球恩,雷锋激动地流下了眼泪,因为他意识到,一米五四的身高并不妨碍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。 只要他全心全意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之中,他的生命就充满了意义,就能克服个体生命的渺小,进入到崇高的境界。 感恩的心理和追求崇高的动机,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契合点。 雷锋精神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之一,就是一个平民英雄,一个平凡而伟大。 在共和国榜样的群像当中,雷锋的事迹极其平凡,雷锋的名字却最为响亮,因为他恰好拨动了时代的琴弦。 诗人贺静之曾保护。